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支架品牌乐哥 指定板卡品牌七彩虹 剧名赞助播出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复盘 是2015全球总决赛 小组赛D组 OG对阵老干爹的比赛 先来到关键的班匹克阶段 老干爹这次终于没有放出金属大师给OG选择 变成了常规的船长 金属和蜘蛛女皇三个英雄 而OG还是很常规地 搬掉了针对淘宝拳的盲僧 雷克赛 以及功能英雄露鲁 选人方面 OG还是一套以后期为主的团战阵容 分别是复仇之矛 寡妇 凯南 发条魔灵 以及石头人 而老干爹这次终于开始发力 先拿到强势的ADC 南枪 并且在后面的选人阶段 使用了奥拉夫 九筒 风女 以及教育女神 金属分析 本局比赛对于老干爹来说实属表演赛 小组赛之前零胜四负的战绩 让老干爹不能晋级下一个阶段 但是战绩对于LPL的种子队伍来说实在是惨不堪言 而此场比赛正是老干爹正式宣告状态回归的场次 虽然不影响老干爹出局的结果 但是还是打出了LPL赛区的风采 使出一套拿手的强势阵容来压制小组出现队伍 OG 拿出了英雄的实力 比赛开始 老干爹使用换线 但是在前期发现凯南和石头人都来防守防御他时 上达奥拉夫选择传送下路 玩吃前期经验 良好的开局 让老干爹在这局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在游戏时间进行到六分钟的时候 老干爹终于发起了第一波进攻 淘宝拳的酒桶 配合PYL的风女开始了干侃 强杀有闪现的发条摸铃 并且在游戏时间八分半的时候 奥拉夫开启大招和急跑逼出石头人传送和打招 老干爹的强势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有了起色 在游戏时间十分钟 上路支援的酒桶又开始发力 将走位不深的凯南炸回塔下 并且尾神的脚跃女神使用E技能持续即飞 让复仇之矛的大招不能释放 完美击杀凯南 精彩的小规模团战是老干爹的强项 在游戏时间十二分钟时 老干爹又对OG众人展开攻势 脚跃女神先手 虽然复仇之矛交出闪现于大招 但是高额的伤害还是让赶来的老干爹众人收掉 并且IMP及时地使用治疗 让团队可以安稳撤退 虽然淘宝拳的球桶在回头反打时不胜死亡 但是此次团战 老干爹的状态还是感受到明显的回升 游戏时间十八分钟 OG开始抓落单带线的脚跃 下路正在打小龙的老干爹众人 开始支援 脚跃女神良好的发育 将凯南和复仇之矛打残 而赶来的奥拉夫 收下了二人的人头 随后九筒一闪 IMP大招击杀发条魔灵 此波由OG发起的攻势 被老干爹以二换三落幕 来让我们再欣赏一遍刚才的团战镜头 但是与此同时 有点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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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尾森 现在被杀人包了尾森怎么办 尾森要先杀尼奥 他想反打尾森这样反打的 现在那个篮 哇直接吸走 而且上路这边传送了尾森 尾森 刚住尾森杀这边尾森 尾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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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一波又一波 小规模团战积累的优势 老跟爹在三十二分钟的时候 取得了六千的经济领先 并且在接下来的团战中 尾森去寻找击杀落单的发条魔灵 正面战场则干掉了ADC 一击开弹 并且在游戏时间三十四分钟的时候 老跟爹的强势让传送至战场的石头人 闪现大招全焦 落荒而逃 随后装备优势的老跟爹越战越勇 PYL风女的杀人数已经层数略高 帽子也即将做出 在一波催枯拉朽的团战后 老跟爹开始亮着对标冲向OG的基地 并且将不满的并且亮着OG对标的复仇之锚闪现 跃塔击杀 恭喜老跟爹拿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 本局盘点 老跟爹在最后的谢幕表演中 终于打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 终于有了翻身知识 在没有放出金属大师和使用露露这种套路的时候 老跟爹的本色演出还是非常精彩 希望在回国后老跟爹能够反思总结 不要让队伍在BP上制约了水平的发挥 在明年的S6上打出中国LPL赛区的水平 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英众的官方微博微信 参与比分预测和互动话题讨论 或者在优酷视频下方留言 为中国战队加油 每天我们都会抽出幸运的观众送上精美的礼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